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第一次在这个文章里看到事实的描写 我当时迷迷糊糊 我由迷迷糊糊变成我自己在床上叫了起来 我说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就甘肃的这个一个28岁的一个母亲杨改兰 能够用斧子把自己一个五岁的一对龙凤双胞胎 大最大六岁最小三岁 那斧子给砸死 还灌农药 最后自己又又自荐 完了之后 你看他老公安葬了他们之后 也是服用这个农药 服用农药 自一家全死了 所以我觉得这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先看看照片 这就是这个杨改兰 这个28岁 然后你再看 这就是他们家的环境 就说啊 他们那个村当然是极端贫困村 然后他们还是20多户里最穷的一户 这就是他们家的灶台 就住在近乎微房的环境里 10平米 一个妈妈 这是他们家房顶 你看了 就这种破败 然后拉扯这四个 这个是他奶奶 这是他奶奶在洗脸 你再看下边 这个呢 就是有一种说法 说他们家几年前呢 被取消了这个低保 但是又说 为什么会被取消低保呢 说是有个村民集体民主平易 就没把他给平进去 这个就有人说 那说他们家收入 好像过了那个限 但是也有人说 说他人要不好 所以碰到这个村民 集体平易的时候 就把他给选下去了 李老师就迫不及待 请你说说 这种不可理解的事情 怎么去理解 我觉得应该说是 还是生活的不易吧 因为我觉得作为他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母亲 他也挺不容易的 他才几年 七八年吧 生了四个孩子 等于生育三次 四个孩子 我是做母亲的 所以我知道 带一个孩子 特别不容易 因为你至少 在一两年之内 是完全不能脱离他的 然后甚至就睡不了 整宿觉 你想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四个孩子 这是第一点 还有个双胞胎 所以这个第二呢 我一看到 他的这个丈夫呢 经常在外面打工 可能在跟前的 就是一个父亲和奶奶 所以我觉得他的生活 应该是比较艰难的 这个艰难呢 这个当然我觉得 低保值是一个 就是算他生活当中的 一个方面 但是呢 就包括他自身的 这个家里的 这么多的孩子 以及丈夫又不在跟前 我觉得这一切 可能是凑成了 他的一个巨大的 这个重负了 看了这个 我也是特别难过 因为我 我小时候也在村里面 那个生活嘛 我们知道他 他这种情况 在我们湖北那种地方 也叫独户 独户他其实在村里面 假如把村里面的 那种村民的生活 也分主流生活的话 他其实在主流生活之外 什么叫独户呢 独门独户 独门独户 他就 因为他那个 他住的家 离那个村里面的 那个房子 隔得比较远 哦 这叫独户 比如说我们 我们一个自然村 大概有二三十户 是在一起 但是那个独户呢 他就离这个 这个二三十户 就隔了隔了一点 哦 这样他基本上 他就没有参与村民的生活 哦 而且在村民的眼里 他也是那种 那种那种很很很 很很难交流的 有点沟通的 对 很奇怪的 这种 我觉得这种远离 远离这种主流人群的 这种生活 对人的心理啊 这种这种冲击都很大的 嗯 但是李老师 你知道我特别不可思议 就是他们不会 删除了这个文章吗 这个盛世楼椅 当然就今天很大争议就在这儿 大家就在控诉啊 嗯 说一个国家 你不能兜底 对吧 你能让贫穷的人 这样的这个绝望 甚至那个凤姐写文章 认为深层的原因 就是民贫困带来的这个绝望 这个我都同意 但是呢 我当时啊 躺在床上 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 因为 哎 亲生母亲呢 亲生母 我就觉得疯了 就是说 我甚至能理解 要是我要杀死 他这个自己的孩子的话 我我灌个农药好不好 我什么就 你怎么能够就斧子刀 把孩子脑袋给打烂了 这是 你觉得这个母亲 这是女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嗯 一般像做这样 这样一个行为 他应该是下了狠心的 而且我认为 他这种心思 应该不是一天的事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般情绪性犯罪有两种 一种是比较冲动的 就是当时 就可能他从出这个翻译 到他做这个行为 大概一天之内的事 嗯 那么还有一种呢 他就也是一种情绪性的 但他这个情绪是慢慢积累的 所以这个积累以后呢 他一般这种行为的 他带有情绪 但这个情绪是非常坚定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冲动出来的 所以他要是这样做的话 当然你刚才问呢 他为什么不用其他的方式 我想可能 他一个是文化的问题 再一个说句实话 那个弄毒药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是出草剂啊什么的 对 他这个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个 让我看到就是女性 在在做一些案件的时候 有时候他会比男性要 要很 脏烈 对 就比如说我们看到 前几年山西的一个 沈母挖这个 他的侄儿的眼睛的那样的案子 这个人平时也非常好 就是非常老实 从来不跟人争吵 是一个很 看上去性情很温和的 那么这个母亲也一样 也就是说 他的痛苦 他往往都遮掩了 然后他也无处去申诉 我可能也没法去表达 但是呢 他已经活到就绝望了 就这种 就觉得这个日子熬不到头 所以他觉得 我要是死的孩子怎么办 那可能他就想 孩子要跟我一起走 所以我分析他的心理 实际上他的想法 并不是说这个事 在咱们来看 对孩子怎么样残忍 而是他是想 反正我要活不了 你们也没法活了 干脆你们跟我一块走 你看 这样他就下了一种狠心 他才会做这样的行为 所以真的觉得 我觉得就是 很让我们很悲痛的一个事情 有的时候在想 如果但凡我们 谁知道的话 都会伸一下援手 我认为这个社会 是会伸援手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然后刚才讲的 这个精准扶贫 其实我觉得中央呢 他出台这个政策 是非常好的 但由这个经啊 到底下一念 就不知道念成什么样了 对吧 按理说像这种情况 他这么多的子女 然后家里又是老的 又是小的 应该是有的 但是确实我也觉得 这个 这个悲剧是挺 这里都挺值得 我们去总结的 他们为什么讲 这个蝼蚁这个词啊 说是这个中西部 很多偏僻地区 就是说像这种 生活境况的家庭啊 农民家庭 不在少数 是是 虽然就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 这个社会保障体系 已经覆盖下去了 但是 你要从这个案件当中 可以看出 还有很多人 还是在这个保障体系之外 他跟我们说的文明 和文明生活 隔得太远 所以我们想用文明人的心理 去理解他们 是理解不了 包括我看到 有很多人是说 还用心理学 去分析人家 你提的问题 那个网上 也有人这么提过 就是说他残忍 说母亲不能再 再狠 也不应该杀孩子 是吧 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都是 站在一个局外人 或者说站在一个 自认为 比较理性 文明的角度 在评判别人 实际上我们确实是 不好去理解 他的内心生活的 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 中国的那个农村的妇女 自杀率 在全世界 都是算最高的之一 也就是说 整个中国的农村妇女 他其实 很多年来 一直是在社会的 一个底层 或一个边缘 或者在一个社会的体系之外 在生活 现在就是讲 除了留守儿童 还有留守妇女 其实他们的心理 你这个老公都在外边打工 那么一个人 你想 他其实才是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他拉扯这么几个 三四岁的 这么几个孩子 这个女人 我也是听说过 就是生了孩子第一年 几乎都不能睡觉的 是 就是他睡不了整宿觉 而且尤其双胞胎 你更是这样 就是说你 我们就按着瓢 按着这个 那个就起来了 所以几乎 你要是夜里头的 就得 就是基本俩轮流 然后呢 每个孩子喂完奶之后 还要抱他一会儿 因为你不抱的话 他会养奶 所以你喂完了 还得大概有半个小时的 来拍这个气 让他把奶顺下去 因此就是 养孩子是一件 非常辛苦的事情 关键就是 我们现在是 有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在哪呢 就是越穷的地方 它越生的容易 这个生的容易 有很多的原因 但是关键就是说 过去我们说 一个也是养 两个也是拉扯 三个也是带 但事实上呢 对于这个女性来讲 她这样的这个 密度的生育的话 她是非常辛苦的 那她为什么要这样生呢 我认为 这也是因为穷的原因吧 就是她正是因为穷 她所以可能在各方面 包括我们所谓的计划生育 你看越是 就是在生育这个问题上 你会发现 就是在世界范围内 发达国家 她生育率特别低 对 越是穷的国家 她生育率高 这是一点 那么在一个国家之内 也是这样 就是说她受教育程度越高 她的生育率越低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上完了博士 你的岁数就已经到一定岁数了 然后再加上你要如果用你的知识 去工作的话 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放在这个生养上 所以她往往就是 闲在家中没有事的那些人 或者说在社会的底层 她完全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吧 只要一结婚了 就是一个家庭 那么男人有什么要求 你就做 到生了也就生了 那么这种地方 没有这个意识 对 她就没有这个 她就是 也就是说她想不生的话 她也不能自己决定 因为她的经济状况 都是由男人所决定的 所以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就是女性 她们的这个生活状况 更值得我们去关注 也有人提出 她是不是可以考虑 产后抑郁的可能 我觉得她不太像产后抑郁 因为产后抑郁 往往是在这个月子当中 或者说在 就是一岁之内 而且她往往是属于在 就是她还在床上 看到孩子 她会出现一种 这样的情况 但是这个不是 因为她已经 孩子都有的 都五六岁了 都挺大的了 我看还有人 还有人批评她 说她有扩大性 自杀性倾向 扩大性 自杀性 我认为这就属于 造一个名词的 实际上 还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生的很 就是说她 我认为她这里 都有贫穷的问题 同时也有她自己家庭 所特有的问题 再加她本人的性格问题 所以这几个问题 搅和在一块了 当然我认为 如果她能够得到 很好的外面的救助的话 可能她的心理压力 会减轻一些 但是她没有得到 很好的外部的帮助 包括她老公 也不在身边 如果老公在身边 两个人一起来带 可能一块种地 一块带 但老公又需要 一些现钱 所以她需要外面 去打工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 我们看到了 她的艰难 但是就刚才那句话 你艰难你可以用 你不能够 以这种方式 来解决问题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站在这 说她什么 我们都属于站着 说话不腰疼的人 所以我觉得 更多的我们 还是应该去反省 这个案件 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能为这样的人群 去做些什么 这是特别重要的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咱们先去下广告之后 你看刚才李老师还提到一个细节 他惨绝人寰 就是孩子这个奶奶来了 有个孩子还没断气 说你把这个孩子留下 一个都不能留 你说 他在行凶的这一刻 精神状态正常 还是怎么说 刚才讲的 他是一个长期积累的 不良情绪的 下了一个很新的 这样一个抉择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所以他在这过程当中 他就想 如果留下的孩子 可能更会痛苦 所以他不如把他们全部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行为 当然这只是一种揣测了 实际上也是有他对生活 甚至对家庭 对丈夫的可能的内心的不满 那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 他觉得已经绝望 而且他认为他的孩子 也还是绝望 他甚至他认为 他的孩子活着也是绝望 我觉得有这种 我看他那个调查 他是打斧子的盾面 那就是我的母亲 怎么能够 这么娇小的孩子 咋呀 咋脑 甚至于就是说 那天他们聊天说 你是勒死也好 或者是怎么 为什么一个母亲 要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 就我们不能想象 在这点上来讲 就跟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了 跟他自身的心理有关了 我也觉得他这个行为 代表着一种 应该是有一种 他要表达的东西 他用的不是 就是说作为母亲 应该还是不忍心 或者说即使做这个事 他也要让孩子减少痛苦 对吧 减少伤害 但是你看到他的行为 是非常惨烈的 所以我刚才也提到 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点点 对家庭的不太满意 对对 不太满意 也有人提到这个 也有人提到甚至说 跟这个刚才洗脸的那个 跟这个奶奶有关系 他老公是那个倒插门吧 算是入坠的 还有说是不是跟村民们 就是说好像没有给他 凭上这个低保等等 他是不是有一种怨气在里面 这都是猜测 现在国家扶贫的那个工作组 就已经进村了 就是这肯定是要调查了 那但是你说像这种事情 很多人在讲 你像那天我们聊天 我就说啊 他没有 我们很难站在他的角度 去想他是什么人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的 这种意识的人 比如说那天有一个就说 如果说真是怕孩子受罪 就说我死了 孩子也活不好 他说要叫我 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要死了 就会引起媒体的关注 那国家社会 就会把我的四个孩子 养到福利院 给他们一个叫好的待遇 我觉得他 这个都想都没想 他不会想 他怎么可能想到这种 这是我们可能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可能会想的更多一点 想的更完整一点 但是他在那种 山奥里长大的一个人 然后他又带着这样四个孩子 我认为就是 我其实在研究心理当中 我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们去分析一种心理现象 绝对不能用我们的心理去理解他 一定要从他的生活经历 从他的生活背景 然后他所 这个整个的这个心理的发展脉络 去研究他 所以应该可以看到 我们有很多 包括我到这个监索去做调研 你就会发现 就在女范当中 几乎有一半的女范 都是没有文化的 他们连学都没上过 因为尤其在贫困的地方 他很多认为 女孩子大了一定会嫁人的 我干嘛要让他去上学 所以这是属于个人和国家的冲突了 从国家来讲 所有的女性都是母亲 按理说 女性受教育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从理性来讲 就是哪怕就是有一个人 要去上的话 我家里一定挑个女娃去上 但是我们很多家庭来讲 他不这样 他认为男的是 男孩是我的传宗接代的 而女孩是人家的 所以很多就是我们在研究犯罪当中 就发现女性往往受教育程度是最低的 他其实最后还有那个希望 希望他那个大女儿上学呢 是是 是吧 换上新衣服 没错 但是这个从 如果要用一句调书代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很多妇女 他没有完成社会化 没有进入那种社会体系 所以更不用说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去谈论他们 或者去试图去理解他们 这是很难的 李老师 我就听你刚才讲 就说女性的这种啊 好像我有一个 你也说起来也是过去年代的这么一个词 就是比如说歇斯底里 歇斯底里 他这个这个外文的这个原意啊 嗯 他是原来西方人认为 这是一种妇女才会得的病 嗯 好像他的最早的词根指的是子宫 好像我记不太清 就是过去某个年代的时候 认为歇斯底里这种啊 是妇女的一种一种毛病 那你我不知道这个 呃 您刚才谈到的 就是说有时候女性啊 他要是绝了意啊 嗯 他这个在手段上能够比男的更狠 是 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 是因为我们心理构造 大脑构造 还是气质类型 嗯 就是跳出这个具体案子来讲 就是说在人类的群体当中啊 往往就是说 特别暴力的人 往往是内心怯懦的人 嗯 然后呢 往往他以一些非常的 就是我们讲非常残忍的方式 他恰恰是生活当中无能的人 哎 他要有能力了 他就不用这种的方式了 所以刚才我们分析的就是说 呃 这种社会底层的 又是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 然后生活负担又非常重的女性 所以他会在做事的时候 会用非常极端的强烈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的一种痛苦 这就是他就会用非常狠毒的方式了 那像比如说 好比说我们的这个法医这个角度来看 也有人讲 就是说这个他们家的一个亲戚讲 说这个杨改兰呢 18岁的时候有这个自言自语的现象 那么但是他的另外两个亲戚又说 没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考虑不考虑 他有精神急患的可能 呃 精神急患呢 是我认为这个案件 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 就是说他如果有精神急患 他不会说在杀人之后 我们才看出他有精神急患 应该在他之前 大家就会看出这人不正常来了 另外呢 他要如果是之前就不正常 他这个行为我们看出来 他还是很平静的离开家的 对 而且他还让他一个一个亲戚 那个以后有什么好吃的 给他来来吃 对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还是一个正常的 就是从他的整个行为来看 他完全是属于已经想好的 不属于混乱的行为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种混乱的 称为失常 他不属于失常行为 他完全是在他计划和控制范围内 去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可以 就是从他这个前后来看 他没有这个刚才讲的 完全是一个精神状态异常的表现 不是 那精神异常状态 他不需要把孩子领到山坡上去 他在家里拿出斧子 随便砍了 他把孩子还领开 不在家里头去做 然后在山上 然后最后被人发现了 对吧 然后他四个孩子都领了 一个都不差 然后每个脑袋上都砸了 所以你看他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说他整个做这个事情 他是有考虑的 而且他是有安排的 所以我认为他不存在 那个我觉得是一种猜测 会不会是精神异常 我认为从他作案方式来看不是 而且你看他最后自己服下这个 对 除草剂 除草剂 我觉得当时就让我觉得这个情况 就是老公看见都傻了 是 他老公外出打工回来 就有一个孩子还没断气 抱着就往医院跑 跑到半路上 断气了 又抱着回来 而且就说 我不知道 我可能有些苛责 我觉得你看到最后 这老公也自杀了 那比如说当地你一些干部啊 或者是一些救助的人员 像这种遭遇这么大灾难的 不得看住他一点吗 人要想自杀是看不住的 明白吗 就是如果要一个人他想自杀 别人陪着陪着 你也找 他也会找个机会去做这事了 就是说 这个自杀这种也是一个人 特别的一个抉择了 所以就是你看你也看不住他 除非你能够打消他自杀的念头 那么这种要打消的话 那就不是一个他的 就是这个村里的人 或者包括干部都做不到的 他必须得有特别懂专业的人 但我认为也很难 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 就是一份情意 对 他所有牵挂的人都没了 所以这种情况你看 你也看不住 因为你也要睡觉 你不能24小时看的 对吧 除了李老师说的情意以外 那个李克音 那个自杀 也还是证明了 这个杨盖兰的无望 无门 生活已经没有活路了 你说这种没有活路 不是咱们所理解的 他不会饿死 他不是 还不至于 对吧 那么是一种什么呢 他比如说他第一层 他就在村里面 我刚才说了 毒户 他已经跟村里面就拉开了距离 几乎被屏蔽 包括很多时候村里面开会 他们就家没有人去参加 是吧 这样他就 他基本上是生活中是没有圈子 对 你看李老师 就你刚才讲的 咱就即便不说这个偏远农村里的妇女 即便是今天城市里的 咱就说一个80后的年轻的妈妈 她有四个从三岁到六岁的孩子 然后没有人帮她 她一个人在十平米的房子里 每天 你说她是不是也会发疯呢 会呀 对呀 就是我自己虽然就一个孩子 我记得我当时带孩子 大概有两三个月都在 我自己 就是自己来带 那时候就那种感觉 就是觉得 情绪特别大 就是动不动就想哭 就是你 你的那种情绪 就是我们心理学生 怎么解释情绪呢 情绪就是他讲 人的需要满足与否的情况下 出现的叫生理反应 心理体验和外部表现 也就是说情绪问题 它涉及到生理上的问题 您比如说 这个看似这个情绪的问题 就是这个满足与否 是来自于人的 但是我感受的 却是生理上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生理上的问题很复杂 比如女性她有月经 她月经期间 她都会出现一些情绪的那种波动 对 所以像有些问题 就是你有的 比如你完全去找 找外部的原因肯定找不到 但是呢 她又跟外部有关系 有的时候 这外部关系 和她生理关系 有一个时间差 比如说她这个刺激是三号的 但她的心情反应 她是过了三四天之后的 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生活当中也是这样 你经历一个事件 你当时没事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突然觉得 一下就情绪低落的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 提不起来了 所以她这些都非常复杂的 然后 所以我讲这个女性 她一定是经历过 生活当中很久的 这样一个挫折感 这个挫折感 让她慢慢积累起来了 因此我们看到 包括这个政府 对于刚才讲的 她这个贷款的问题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 算一个稻草吧 就是压倒她的一个稻草 但事实上 还有很多她生活中的一些负担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看到 所以她没有盖房子 也是 我觉得也是 也是一直被村里面议论 因为村里面人都 其他人可能都盖新房了 只有他们还住在那个地方 这个本身在村里面都比较受歧视了 这个压抑就对她来讲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很生活很苦的问题 是她完全找不到改善的路径 江强三人性广告之后见 李老师你还关心 就说这种地方的妇女生育控制的问题 对 其实跳出这个案件 我在研究犯罪当中 经常会看到一类现象 就是有些家庭叫生儿不养 这个生儿不养的原因很复杂 但是多数情况下还是跟贫穷有关 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社会是否可以考虑一个政策 就是以通过养老的待遇来控制她生育 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计划生育的话 比如说国家上养两个 你两胎之后 你要控制的话 你等55岁 我给你比较高的养老费 这样的话 它就能控制了 因为这个社会现在我们会发现 就是越是穷的人 他生的越多 而这个多的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就是增加他本身生活的负重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孩子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是我们应该通过养老来控制生育 把这个就是穷困地方 就是当然孩子的 如果你按计划生的话 国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补贴 让他能够就是很好地去受到教育 这个也就是抓两头 一个是孩子的教育 一个是老人的养老费 我把这两头控制的话 你轻壮年时候 你自己去挣 对吧 那么通过养老费来控制生育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农村待过 你觉得是不是很有必要 对 我觉得李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必要 在这个之外的话 我觉得那个城里的这些NGO组织 或者公益组织 也应该更加深入地去做这些工作 包括这件事出了之后 很多人还反省 为什么那个免费午餐计划 还有对这种对这种所谓的弱势群体的这种 这种一种一种一种接触没有到位 中国穷困地区的这个社会保障和支持太差了 是 感谢观看